今天是四款超温柔的高卤顶甜美边发 卷头发之前先用一下OI的护发精油 它的味道我超喜欢 而且质地也很轻薄 它里面有很多大牌的护肤成分 像螺扣油 就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让头发很柔软柔顺有光泽 涂完之后发质立刻就看起来超级好 如果你也是经常用卷发棒去卷头发的话 一定要防止卷发棒带来的热伤害 这个发油就可以在头发上形成保护膜 防止水分蒸发 而且会让卷完的头发更有光泽感 卷的时候要从发根开始卷 然后再顺着绕下来去卷发尾 这样子从头到尾都是卷的 卷头发的时候这个金牛的味道散发 真的超好闻的 这个味道真的超高级的 是那种高定奢华的物质香料 这个味道我真的好喜欢 真的很少闻到这么好闻的金牛 而且它这个湿发用第二天也可以吃就有香 刘海的部分都向外卷 最后再垫一下发根就可以了 另外一边也是重复一样的卷好 这样子头发就卷好啦 从尔后向上斜着分出一个区块 然后向一个方向顺着扭 向上再推一下 用一个小抓甲给它抓起来 这样子就非常的显卢顶高 在尔后的一侧呢 取出一个区块 然后变成三股麻花片 变完之后呢 一定要记得给它拉拉蓬松 超级淑女的一个半扎发型就完成啦 第二个发型上面分出一小层 下面再分出一小层交叉 重复同样的动作交叉 编成两股变 在尔后的位置呢 用橡皮筋固定 最后再拉出一些纹理感 让卷顶更加蓬松 另外一边呢 也是重复同样的动作 如果你还没有学会三股的编法 那一定要试试看这个 两股的仙女编发哦 蓬松又显脸小 第三个发型 把头发分成三七分 然后分出一个小区块 分成三股 用三加二的方式 以此向下编成三股麻花片 拉拉蓬松 另外一边呢 也是重复同样的动作 编好之后呢 把所有的头发都顺到一起 编成一个三股麻花片 编完之后呢 也是要记得 把麻花拉的蓬松一点 拉出一些纹理感 非常公主的一个侧边发型 就完成啦 最后一个发型 把头发中分分出一个小区块 然后用三加二的方式呢 依次向下编成三股麻花片 一样也是 编完之后呢 要记得把麻花拉的蓬松一点 拉出一些纹理感 尤其是头顶的部分哦 然后另外一边呢 也是重复同样的动作 清爽出门的日常麻花片 就完成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啦 拜拜